各位學弟妹 大家晚安好 大家好 因為之前我報名焦點 上次我第一次參加校園文龍講的 大家講夢想 當時的資稿費我然後分享夢想這件事 然後這次主題是初戀 青春還有小悟 然後就可以分享一下一些過往故事 這就是我的 因為我沒有插那個 沒有換那個 插那USD 不好意思 我有插那個嗎 那個轉換那個 有 OK OK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我一些小老初戀 好 所以我再講 沒有 等一下 我按才有 你應該有 再多按一下 好 不好意思 在我一開始分享的部分當中 我都會跟大家看這一段 就是我可以大家看的上面 右上面有一個英文字 叫A D I O ROCK 跟我唸一次好不好 A D I O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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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多時候在分享的時候 大家覺得上面是個 富龍龍嗎 只要大家覺得這樣比較活潑一點 所以實際會跟大家講 在我分享過的當中 都會分享問大家這個 A D I O 大家覺得是南國語言 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可以跟大家講 幫我按一下 其實這個語言 就是因為 其實在你國中的時候 大家要辦一些 Yahoo的帳戶 Yahoo的帳戶 要加一些家族 然後我英文比較爛 我不知道取什麼英文名字 我就問我姐 我有三個姐姐 我姐就跟我說 我都在來打A D I A 你去圍 A D I A D I A 幫我按一下 幫我按一下 A 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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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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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學弟妹嗎? 應該是沒有的 在舞蹈的過程中 其實我會從 幫我再按一下 當時我把我拍了 我介紹的畢業照 其實在這個方面 我幫他模糊一下 可是在我講我過的故事的時候 幫我按一下 再按一下 其實都會有一種 大家的青澀的回憶 要看什麼 這首歌大家應該要印象 因為當時呢 在國小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個過程 就會看一個女生 上課的車上看他 你會不會上機耶 有啊 就是偷看他 不知道怎麼辦 就有點害羞 因為當時看的是 那個卡通話說 小紅豆恰恰 不是 小紅豆與勇之助 的故事那個 就是看了一下 好 當時呢 就跟一些男小男孩一樣 會打他嗎? 欸 打我 欸 還追我啊 好 男生 男生 一分不能進來 一直跟他鬧得完 可是當時我當時 從五年 五年下來期的時候 喜歡他 暗戀他 暗戀到 六年期的時候 當時呢 我一直想要跟大家結束 因為大家男生 可是大家很爹嘛 國小啊 然後發明一個 發明一個遊戲 我寫著男生到我家 玩撲克牌 撲克牌 打輸了 懲罰嘛 輸了打電話 他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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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打電話 他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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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很喜歡我 聽到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開心 嚇到 然後他說 我好笑出面了嗎 所以我這麼開心的時候 另外一個 可不可以跟他關係變得比較奇怪 他其實就跟我有臉 不知道怪怪的 朋友一天我記得非常印象深刻 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都是你都要再放假半天 我在寫那個寫字簿 就是你會記得那個我我我 我到我啊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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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寫點鍋子 那個練習 我在我家的桌子寫我我我我我我 突然有通常就要打過來了 所以我幫很多女生跟我聊天 在那邊交替的講話 旁邊也整個 他一直跟我聊天 他一直跟我開玩笑 我看到你旁邊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我一直按那個按鍵 我發現這件事怎麼曝光啊 因為當時在跟我說不要跟別人講 這是怎麼曝光啊 我看到關鍵非常奇怪 就是我已經不斷打他了 應該不會理我了 我當時想要怎麼辦呢 我當時喜歡爆畫 當時我畫一圖畫 我看一條 我今天沒有辦法拿到手錄 在手錄 我拿給你講 我當他畫一圖畫是一個男生跟女生 就是告白這樣 看我剪的少女漫畫 不畫的樣子 我當他畫給他 都給我朋友看啊 我朋友就是幫我 幫我那個畫 傳給那女生 女生看到了之後 原本覺得 這件事很開心的事 他會跟我說我們可以再這樣下去 結果突然 就是一個 闊面的開始 他把當時畫面一人記得 他把這個畫 撕掉 丟到外面的水龍光裡面 衝掉 大家知道外面 國小外面的水龍光嗎 把他衝掉 我當時心裡受到非常極大的創傷 我當時十二歲 十二歲 十二歲 真的是非常大的創傷 我當時我辦 我辦女生做這件事嘛 開始 我看一下 看冒 花痴 花痴 因為我非常 這個可以按嗎 對 所以我是花痴 因為我照我喜歡他 我喜歡他 非常這樣子 我會罵花痴 後來當時我非常印象深刻 因為當時我們這樣被罵 其實會受到很大的 心情心會非常受損 而當時呢 嗯 國小的是嘛 男女合作 男生坐旁邊 女生坐旁邊嘛 有個女生跟我講說 路程啊 你覺得自己長得很帥嗎 一號比你帥 二號比你帥 三號比你帥 四號比你帥 五號比你帥 六號之長還是比你帥 醜暴 當時我心裡非常受到 只要大 衝到女生 因為這一直鬧嘛 那完之後我覺得我非常的難過 還沒有自信了 當時到十二歲 他十二歲了 還沒有自信了 我當時我 國中變得很自閉的 自卑的 讀書 對 另外我專家人生要找一些方向 我覺得我這樣沒辦法找到自信 我該怎麼辦 我覺得 讀書好像還可以 台灣還可以耶 沒關係在讀書 我當時曾經當時呢 嗯 我每天 我國中的時候 我狂痛到就輸 曾經讀到三點 叫我媽媽 我讀到起來去讀書 我會把歷史各種多 非常仔細 會非常難易的什麼東西 會非常清楚 當時做的成績當時還不錯 當時可以跟他PR值 都考過基測任務 當考PR 考過98 PR98 然後找我這個資料 當時老師可以說可以當附中啊 松山這樣子 我當時呢 考過第二次考98 考過最爛的是 PR97 所以當時成績算還OK 可是人生我覺得是一些意外 造成緣分 當時就發生一件事 考差了 考高中的時候就考差了 考得非常難過 但當時我覺得人生就是一些轉機的人 因為到一些事情而太緊轉變 而胡桑 當時很跑當老師 內武高中 這邊有內武高中名的 群角又ichte兵 他只是覺得可以考更好嗎 因為考過 剛剛兩年考 끝應該要 94 而已 然後我會覺得 Fuck 幹你啊 就說 兵 Arctic 我現在考一考一考九次而已 當時我覺得是轉機或什麼 因為當時其實國中好像男女合班 內容高中是男女分班的 男生就比較在一起比較好玩 男生開始講低片 還不錯耶 這個位置的開發市場還開始看 蠻開心的 當時其實人生開始比較活潑一點 因為當時我其實跟現在差別蠻大的 比較活潑一點 當時我一直在讀書 當時我其實成績還OK 到我高一的時候可能我選到第九名 後來高度的時候也成績不錯 可是我覺得人生是一些 會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當時人家喜歡 人家喜歡玩無名小站 你這樣經驗嗎 高中的時候無名的還沒 現在已經GG了啦 在男生的時候一直看 你看看那個女生 我覺得 這女生 就高水耶 很可愛耶 發現這是不是 我配合這個 那我就初戀了 這好可愛喔 當時覺得 你不要好了 我要讀書 他們說考好一點 然後 考台大 考廣健 正大 這樣子 我當時 因為剛好有的很巧合 我們班一個男生 用男生班嗎 con 他一個女生 是很好的朋友 et go 挺可惡要 TERiin 我當時傳播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女車傳播的 她們要17人 很多人可以忘記她們也翻到什麼 她們全部來看給我一些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蠻驚訝的 只是當時我有問題而已 當時她們知道我喜歡她 她們當時她8月多 生日 我幫她給她一個驚喜 我當時給自己一個喜許 覺得說好吧 給她一個驚喜好了 但是我不要再驚喜後面要怎麼下去 因為我要讀書了 因為高溫要升高三 要不要準備學測 當時呢 她名字有一個音樂的音 當時我準備了一個 我自己手作的卡片 是一個指揮家 一個卡片 她喜歡扶桑花 我都還記得 當時我買一個扶桑花的同事 跟扶桑花的一個手臉 我當時自己摺青心 因為當時她的夢想是什麼 熱氣球去日本 是個非常夢幻的夢想 都會拿不成 照樣才有這樣的夢想 當時我就擺了氣球 擺了氣球 擺了小籃子 裡面折了自己星星 擺了一個插個卡片 這樣 都記得就相當那個 當時她們在一個 風管的一個 叫做 什麼空間的一個地方 她們搬在那裡 青森櫃 我躲在一個廁所 來個驚喜 被我扯的朋友 被我去撞台 用完之後 我剛才也繼續去 我覺得不要跟她聯絡 我好好讀書 考慎大 考那個 什麼內重要驕傲 內重要太陽 結果後來 你知道 本身嘛 總是覺得 癢癢的 我給自己說 好吧 剛剛就沒跟她見面 當時她從她那個 八月多跟她見面之後 一段時間也沒跟她見面 癢癢 癢癢 當時我覺得 該怎麼辦呢 她就沒跟她見面了 她們跟她見面了 她們跟她要她電話 她們跟她要她電話 她們沒有她的電話 怎麼辦呢 想到一個哏 一個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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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這廣告一下 這是什麼哏嗎 有看過這個廣告嗎 你記得我查是嗎 我查的題字什麼 大家看過是 有鋼 鋼 鋼 聲音啊 聲音 就打哏了嗎 沒關係 沒關係 但是她的果告是那個 專門是那個 大家看 就是 好見不久 後來 要不要排列順序 好久不見 所以她好久不見 我跟她見面 怎麼見面呢 就買一個 高高木海牌 好不怕 在樓上 跟她見面說 你好 好久不見 黑客音號的電話 就是她的電話 就是她的電話 就是跟她聽她的電話 我覺得我蠻會想哏 其實蠻厲害的 沒關係 這樣也扯 後來過程當中 慢慢哏 就是跟她傳簡訊 當時我印象非常的深 她喜歡一個 一個 我看她的無名 就是變態 看她無名 會寫什麼 她喜歡 這個 Nana 大家知道Nana嗎 這個漫畫 當時在我那年代 就是我十八 十七十八歲的時候 Nana的電影 上映了 那我知道她喜歡這部電影 當時因為我學 當時高中的時候 沒有什麼 就會聽廣播 會聽飛碟電台 那我可以印象非常的深刻 下午我還在讀書的時候 剛好聽飛碟電台 那當時她在送票 我來送Nana 以前飛碟電台 光語講什麼話 我會不會偷一聽一句 我當時覺得 這是跟我講 我要偷一聽去試試看嗎 因為當時有變了機會 我打票過去 我真的要票票 然後手印會的票 當時我一直就是 網上找阿 然後我這票給你們 雖然跟她說 找個朋友一起去看 跟朋友一起 沒算 所以就覺得跟她看 有點害怕 有點尷尬這樣 可是後來 雖然去問她 這部電影有找到 跟你看了嗎 我說沒有耶 就看她看這部電影 是第一次看電影 是第一次跟女生看電影的過程 而看完之後呢 其實心裡非常受到很大的一個 憂結 就覺得 誰受我了解 我女大叔欸 就是在笑心的時候 跟她告白 我非常勇敢 我不鬧 我不鬧 我看完之後呢 拒絕 被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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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好 我又沒跟自己說拒絕就算了 我當時很喜歡去行天宮讀書館讀書 不知道大家不知道行天宮讀書館的地方 那邊是一個很安靜的地方 我被拒絕完之後 我就坐公車去行天宮讀書館 讀下書 再想一想 我華麗還拿出簡訊 你跟她寫簡訊 後來經過很長的時間 經過十二多月了 她後來先上了一個 台北醫生大學 她先上 退陣上的 我當時我考上了一個 就趕快不好意思 打 華麗跟她理會 當時呢 很巧 就知道 那那二的電影出來 哈哈哈哈 就約她看她 當時呢 就因為這樣過了那種 就由我出現開始了 就跟她 第一次在大學 然後升大學的 那個 大 高度升大學的組長 跟她在一起 就慢慢的 熬行不長 在你十個多月的時間 印象非常深 十個多月的時間 歌背也蠻好的 所以我當時的心情 因為她就跟我提分手 因為當時其實 我們 像她讀藝術大學 我讀的是 才那個 金融與企業嘛 讀兩個時期不同相關的科系 她讀了 她學的東西 劇場設計 跟我都不相關 我跟她真的沒有 可能她決定很看中的話題 然後就分手了 當時呢 分完手之後 你才會有一些 不好的一些 這個 還沒介料的習慣 所以她只會看她 唯一唯一唯 我也會看她朋友的唯一唯 看看國文中 發生一件事都很難過 不是什麼 你講一下我 一個故事 當時 因為要跟我分手的時候 有一天 她覺得她是吃素食的 就是素食不是賣到老 是吃蛋 就是全素的 吃菜的啦 吃菜的 吃菜的 我當時跟她在一起 全部吃全素 我當時還想說 去一個素食餐廳打工 很愛她 我還想說 這是一個寶寫 可是當時 有一天我跟她 在吃完素食餐廳 去公館裡面 我跟陳柯去 帶人家廣告 過怪怪 她跟我說 愛我啊 一到十分 最多只有七分 七分之間 都沒有 及格啦 最高只有七分 可是年到過 有超過七分 可是當時呢 我剛說過 連接到的習慣 是看她朋友如明 看一看一看 看來的過程當中 發生一件事情 經過幾個月而已 她朋友說 恭喜她 她 交到了一個 一千分的男友 崩潰一千分 我告訴你 崩潰 人生會做到非常大的打擊 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人生是一些 轉機啊 因為當時我高一大一的時候 就跟她在一起 我常常有時間 有時間陪她 當時有我分手之後 我人生做到很極大的創章 當時我們戲學會 在招募那個 活動鼓 發現她活動鼓了 才一人創開始表演的開始 我現在才跟大家非常一亂 我剛說過我拍過廣告 我還是一人創表演的過程 然後也是一個一份 巧合 遇到我的基因公司 拍一些廣告 我希望你會喜歡 有一些 我想要做 好 我跟你講在哪裡 你們看不到了 那邊那邊 就注意看喔 這個人 這個人 號稱第二天主角 是不是很搶鏡頭 是不是很搶鏡頭 好 接下來那一步呢 好來 繼續開始喔 這一步我怕我這個男主角 但是時間過得非常快 就多三幾秒鐘 你大家出去看 出去看 出去看 我沒開玩笑的 OK 好來 好來 開始喔 喔 沒有了 拍第二集 你偷拍 你偷拍 不用看 也非常快 再追看 就沒有了 快過下一代幸福 這邊 注意看 因為快沒有鏡頭了 是大韶聲音 大韶聲音 大韶聲來了 呼呼 好 好 別踢跑了 好 人神 巔峰代表作 蠻牛了 注意看下一位喔 右耳右耳 左一左一 左二左二 好 前面的帥哥不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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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決人生是一些過程 意外之神的緣分 因為那個 當時他跟我分手 我不會再到戲樂會 回家戲樂會不會參加表演的活動 回到表演的活動 我不會再有機會認識我的經紀人 而產生我這樣的一些狀況 跟我開箭的過程 好 我現在會課金尾聲的跟大家分享的是 十二個多月跟七天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第一個女友醉了 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嗎 十二個多月 那我第二位女友在福大 知名西我只醉了七天 經過我人生的黑地驗之後 被人家不會講話啦 會表演 所以七天 所以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其實 大家會跟大家分享後面的一些想法 就是七天這件事 我知道是 很多時候你追十個多月啊 會是你就是你啊 不會是你的 依然不會是你的 我有這樣的記錄 好 縱觀這三件事情 給我什麼樣的一些想法 其實第一個國小的時候 我覺得很謝謝他 不曉得過他讓我知道的是 我很自己說 我都有肯定的美味 當時我其實當時 被人家抨擊之後 其實我非常自閉 非常沒有自信 所以當時後來 剛才被人家說 我覺得我不錯的時候 我非常謝謝他 因為我曾經非常沒有 幾乎沒有自信 非常自卑 是因為他讓我學會了珍惜 第二個 我也是給我第一個 初戀的女友 他讓我知道的是 我最近十一個多月 後來熱臉貼冷屁股 然後被人家的經驗 後來我發現的是 是你也是你的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無需強求啊 所以十個多月跟七間 無需強求 是你也是你的 但最後 我依然跟我的 第二個女友 分手了 欸那件事是什麼 分手是應該啊 在一起 是感人啊 就算 沒有人應該跟你在一起的啊 沒有吧 沒有應該啊 但你在一起 有時候要非常謝謝他 跟他曾經愛過你的 希望過程的學長 這次孝悠記 孝悠記錄 也希望你跟周孝悠團體獎 也希望你會有個習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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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